都说买的不如卖的经 可浙江的手机店的店主小黄说了 我们的是卖的没有买的快呀 昨天晚上十点钟 眼瞅着手机店都要关门了 一下进来俩小伙 小伙说了 咱们要买手机 就看好你家的了 对对就这样子的 拿出来瞅着 小黄赶紧热情接待呀 俩小伙拿着手机 左电量又左门 不说买也不说不买 磨叽了半天 小黄介绍手机功能 说的兔嘛都干了 传手大气的功夫 俩小伙拿着手机 收一下了了 小黄反应也挺快 跨不过眼撑就追出去了 可人家呢是有备而来呀 外头早有摩托车接应了 两条腿还能跑过俩轮啊 那指定连不上呢 小黄一瞅录像才发现 怪不得俩小伙说话心不在焉 只往外头瞅的 那是懒得等接应那人的暗号的 结人呢就是抹足了劲 打着买手机的广子来抢劫的呀 小黄说了 一个手机能值多钱呢 瞅你们都贼年轻的 成为成年都亮说呢 拜用了一个手机 毁了你们一位子